大家好,我是Jack 我今天做的是蒜頭豆豉蒸排骨 看看材料 在Costco用了11磅 買了這塊豬腩排回來 將它一開以軟骨這部分 用來做燒腩仔 排骨用來蒸 因為我喜歡吃皮,所以沒有起皮 先沿著骨,切開一條條 然後再斬開一條條 這裡的份量就可以做兩味菜了 今晚就做蒜頭豆豉蒸排骨 開始調味 胡椒粉 生抽 鹽 紹興酒 酸肉 豆豉醬 混合 混合 先透過生抽 差點忘記加粟粉 記得再ittä 翻ралcript 繼續拌勻 蒸出來更厚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用保鲜纸包好放入冰箱 醃至少凉个小时 够中煮饭 煮沸滚水 热水蒸20分钟 完成 这就是我的晚餐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给个赞我 订阅我的频道和分享 多谢 拜拜